由上往下捲起來 這個桿子 我這個看不可以的嗎 這個放著 全部都做完 接口先朝下 可以 然後從上往下 對 把它推起來 烘焙班老師穿梭於各組間 指導長輩做太陽餅 育成禮 飲法樂活中心 規劃的課程當中 烘焙課相當熱門 長輩們忙著先把油皮 油酥包在一起 再根據老師的指導 一一完成後面的步驟 享受自己做太陽餅的樂趣 參加民眾也很感謝里長 規劃這麼完善的場地 讓他們可以學烘焙 我剛剛進來 這一組他們是坐著在討論 在討論 表示他們是有签字作業 要討論要怎麼下手 我還被問到 太陽餅是圓的還是椭圓的 我就覺得就是這樣 彼此之間他們的互動 就是可以增進彼此之間的情感 像這個 像我們 看看每個都阿嬤 我們這秀珍姐 這義英姐 那個立堅姐 都是退休的 那據我所知 我們義英姐會把做好的這些成果 帶回家跟阿孫內分享有沒有 有 有時候走林右舍 走林右舍 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是上一雷跟一雷姐雅翔禮 雅翔禮的 雅翔禮的 我吃了我正學期我來了 秀珍覺得上學期沒來 秀珍姐是多才多 立即今年剛退休 退休一年了 四年了 你參加多久 所得到的效益 你是怎麼樣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 大概有三年的 我覺得學了很多 然後學到的可以回去做 做來給自己的孫子吃 或者是樓上鄰居的小朋友 給他們分享 他們都很高興 敦慶莫靈 然後如果說家庭祭餐的話 我就會做很多 然後每個人都會有分享到 做一道點心 飯後甜點這樣子 這個老師教的很仔細 很好 所以很快樂對不對 對 非常快樂 他跟先生都一起來學習 都一起來 來 秀珍姐來 謝謝里長幫我們辦這個烘培課 上學期我吃 這是玉英姐姐的點心 我這學期我就來了 吃了玉英姐的點心 玉英姐分享給她 玉英姐 因為我們這學期 是因為農事課種菜的 正在休耕的時候 種菜休耕 所以這次來做點心 謝謝 我們先生也參加 我們那個城市農園的課程 因為天氣太熱 我們都就休耕一下 對 我退休四年了 那退休之後 參加我們里長辦的這個 樂林的活動班的課程 我有參加這個烘焙 對 還有那個禮拜三的那個 呃 提示人的運動 提示人運動 平常我們晚上還有參加 我們那個里長辦的劍軸隊 喔 晚上有參加劍軸隊 對 那我覺得退休以後 在這邊找到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 對 很好的在這邊發展 然後自己做了這個點心之後 回家家裡面人分享 就很有成就感 對 對 所以很謝謝我們里長 我們里長非常的認真 辦了非常非常多的課程 還有什麼按摩 拉筋 什麼的都有很多很多課程 造福我們的里民 我們立堅姐越來越年輕了 有時候她走過我們像我們的街道看 哇 後面看起來超級年輕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七十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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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那那個育程裡這個長者的那個烘焙課呢 我們是盡量是讓長者可以動手做 然後因為長者跟小朋友是一樣的 那他們都有自己的個性 希望透過這個手作跟團體的活動 可以互相融合 大家彼此能夠接納彼此 然後我們會做一些比較簡單容易上手 然後究竟那個材料也很方便取得的 然後讓長輩可以動手也可以動腦 因為有部分東西還是需要一些理解力 所以讓他可以思考一下下 然後大家很開心很歡樂在這裡手作 真的很認真理念 許秋美 秋美姐 她本身自己有她的專業 不過退休了 退休了 結果她參加我們的課程 結果很高興她帶著她的姐夫 一起來參與這個烘焙課 然後她推崇她的姐夫 真的有下去做 跟大家分享 那我要請教秋美姐 你進來我們這個規劃 這熱鈴班的課程參加以來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自己 對你的生活的身心靈有沒有一些改變 還有你每次在這邊課程回去以後 都會心情會很舒坦 當然一方面有自己有一個 就是說有一個事情做 不要閒的無聊 對著電視看都無聊 然後在家裡大眼小眼的都不是好方法 出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真的對身心靈都有幫助 對對對 立法規劃就太厲害了 因為她規劃很多活動 那我們就有時間 有能力 有體力 都來參加這個很好的活動 幸貴姐她是我開辦 熱鈴班四五年來 已經參加第五年了 從自己在松山國小開始 在這邊第三年 總共參加第五年 她是我個人覺得她能跟人家分享 而且真的能夠帶著李明進來 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非常主動自發性的 她是覺得我開辦這熱鈴班 這很好的一個報場 一個回饋 讓我覺得這班要進去開辦下去 豐北 豐北也從我開辦 開辦到都有參加 你參加豐北 你覺得很開心的是什麼 我是把這最後幾年把它消耗掉 因為在家裡只有睡 也不是辦法 有聽到嗎 她覺得在家裡 單在家裡也不是辦法 她還是要走出來 在這裡可以互動 人要跟人互動 不能跟牆壁互動 在家裡就跟牆壁互動 對 在這邊可以大家有互動 她也帶著我們李明一起進來 我們有一些李明都待在家裡 她也是引導她進來參加活動 他們都不喜歡出來 好奇怪 很多人不喜歡出來 我都鼓勵他們出來 她真的做到這樣 這讓我覺得很欣慰 然後引導我們的李明一起進來 這種力量會比我們出現 不是 我只要是喜歡交朋友 交朋友 對 那看到今天 今天的呈現在眼前的成果 當時我們就考慮到要做什麼 開什麼課程 就在跟建築師在討論 就考慮到這邊要做烘焙的課程 那烘焙一定要烤箱 而且要一些 那個桌子要比較大的桌子 讓大家來做一些烘焙的一些準備素材 然後還有電力的設備一定要加強 因為烤箱四五台 一組一台 準備當時要五組就買五台烤箱 所以都在烤量之內 就跟建築師講 電力設備要融得下五台烤箱同步操作的電力 還有一些洗手台等等 因為他們要準備前處理的 打蛋 攪拌器等等 所有的一定有一些設備 那果然這個設備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 老師在哪裡 學生在哪裡 學生知道這邊有在開烘焙課在哪裡 我們就透過先自己的里內 自己的育成裡的社區先公告 我們把功課表貼出來 一到五的課程全部奴列出來 那烘焙課我們排在禮拜一 開課後來 剛開始才十多位 慢慢口耳相傳 因為台北市要能夠開烘焙課程 真的少之又少 第一就是設備 電力 設備 還有你的場地的規劃 一定要有這些事先規劃 通常沒有事先規劃 就沒有辦法去容納舞台 烤箱同步去啟動的那個設備 才有一些 所以才有今天這個設備 所以很難說 今天每次來這邊進來都覺得 喔 老子滾滾了 來在搶搶滾了 因為每一組 大家分工 老師也厲害 他把前次作業的材料準備好 每一組分配好 大家交代好 他們就知道怎麼去做 那一般都家庭主婦 對廚房是很熟悉的 所以他們操作這些工具 操作起來也是得心應酬 所以等於說 在他們熟識 熟知的原來的生活 生活裡面 再添加一項新的動機 新的嘗試 體驗 帶著成品裡回家 跟家裡分享 我們做過很多 我們有做過糖果 有做過芋頭酥 有做過蔥油餅 蟹殼黃 只要是烤箱 可以做的 我們大概基本上都做過了 比較材料容易取得啦 來到這裡上課的民眾 除了當地的里民之外 也有越來越多 來自台北市各區的銀髮長輩 我說有一股力量是 非常強大的力量 叫口耳相傳的力量 口耳相傳 結果吃好到小步 一個補一個 我就說曾經有一天 我來這邊跟他們 瞭解他們課程 結果有四個新報名 我接電話了 好 那你就哪一天來一起報名 結果他說他們有四個 四個來自四個不同行政區 我就才瞭解 原來他們這一群同好 共同興趣的人 就在搜尋一些課程 然後不錯的 就推薦給另外一個 結果來自四個行政區 他們就熟識了 就認識了 那同樣的在這個地方 可以以烘焙來會友 來認識新朋友 這種感覺很好 那每個長輩都覺得 抱著感動的心 他說阿里長你真好 讓我們在這邊 有這幾年 然後就是本身生活裡 非常熟識的一個 一個動作跟工作 所以這是很 就是回到剛剛講的 口耳相承的力量非常之大 一個補一個 然後就來自 像今天這麼熱鬧 裡面我自己預存只有四個 四個禮民是我的預存裡 其他二十幾個 也是來自其他行政區 長輩們學做烘焙也交朋友 親自手做的太陽餅 經過烤箱的烘烤後 熱騰騰出爐 雖然有的稍微爆漿 但每塊餅都是長輩親手做的 大家好有成就感 太陽餅成功 活到老學到老 育成里里長鼓勵長輩們 呼朋引伴走出來多互動 讓身體健康心情更愉快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